好 所以高可能有高大的帥氣 那麼不夠高 可能也有一種很可愛的席感 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 跟安格斯一樣 頭髮站起來以後身高有190 怎麼 我小學畢業就166了 好討厭喔 好 剛剛我們看到 日本的廣告網 沒關係 人家很有自信 也會獲得觀眾的青睞 今天我們就要來看看 哪些星座有自信獲得青睞 好 我們講到自信迎戰或青睞 今天上榜的前三名 老實說都是脾氣最不好的三個 真的嗎 完了... 我看看我什麼時候上榜 我還好 來 為什麼講到這個 那既然講到脾氣這回事 代表脾氣我得到適當的控管 這三個不得了 首先我們講到的第三名 是處女座 有製作人間導播都上榜了 聽清楚了 處女座我們要用一個詞 非常精準的形容處女 就是膽量異常極端 什麼呢 就是處女很奇怪 她有時候身上有一個大責任 她不是膽子超小 在想說這件事怎麼辦 我會不會做錯 就是突然變得膽子超大 覺得我管她三七二十一就做了 所以處女座沒有所謂的中間值 那所以呢 所以處女座因為是這樣的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處女座其實是一個信心 其實處女比較含蓄 信心不是很足 為了要鼓足自己 讓自己有足夠的信心 她常常會突然間 一直天天在跟自己講說 我這件事情做得好 突然間膽子變超大 聲音變超大 所以處女座情緒掌握勝利 反而要讓自己練習到中間平衡值 那我們記得心情起伏 不要太大 常常成為妳的戰力的變數 我們舉個例子 處女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譬如說馬雲 巴黎巴黎集團 對不對 或像是演武則天的范冰冰 對 或是像是MJ Michael Jackson 你看她到後期的時候 變成膽小 是不是事業就下降了 好 我們來看自信 淫淡或青睞的 第二名的星座 好 接下來我們講到 這個就是第二名 是牡羊座 我就知道我們牡羊座 牡羊座真的聰明滿天下 一定會上榜 對 可是牡羊座 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印象 就是說大家想到牡羊座 如果想到身邊朋友或家人 都會牡羊座脾氣超大 講得 想得沒有錯 牡羊座脾氣超大 可是牡羊座其實 雖然EQ有點問題 脾氣超大 可是邏輯很清楚 有沒有 終於講出一句人話了 對... 在這個暴力威脅之下 沒有 人講說牡羊座 記得把握這個原則 到底講清楚 快人快語 我們常常是牡羊自盛的要訣 可是也是故人院 對 但是要控制好不生氣 那當然就是自盛關鍵了 所以說牡羊座 把EQ給控制好的話 就會自盛了 好 誰比牡羊座脾氣更大呢 牡羊座比牠脾氣更大 就是獅座 我們講 又沒想錯 獅子可是獅子其實是一個 因為恐懼而害怕 而感覺到就是 信心不足的時候 常常要先給自己打氣 那這信心 就可以倍增你的戰鬥力 所以要先練習自我催眠 然後相信我自己 獅子座的人超完美 他才能夠出來那種 對 才能夠變獅子 對 你就能超過牡羊 不然的話 你應該是第二名 我跟你講 真的 所以信心一定要夠